佛提賊說道裡面的聽聞正法入聖者之流 那要講,佛提賊說道一定要應用到原始經典 那原始經典裡面在北傳我們稱為阿涵經 阿涵經裡面八四三經 也就是南傳跟南傳相應部五十五相應五經 設立福經第二,它是相等的 那在最後面那一張講稿 最後面我有列下來,這相應部裡面 大家樹底下可以去參考 可以做對照 南傳相應部跟渣安經它是類似的 它有什麼地方不同 因為它你要去對照你才知道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就針對渣安寒,北傳渣安寒 八四三經裡面的記載 二十四真告尊者設立福 所謂留者何等為留 設立福白是真言 四真所說留者為八聖道 復問設立福 為日留分何等為日留分 設立福白是真言 四真有四種日留分何等為四 為清淨善男子 拼正法,類正思為,法赤法下 復問設立福,入留者成就即法 設立福白是真言 有四分成就入留者何等為四 為余佛不壞境 以法不壞境 余生不壞境 聖界成就 四真告設立福 如如所說留者為八聖道 好,日留分者有四種 為清淨善男子 拼正法,類正思為,法赤法相 日留者成就四法 為以法不壞境 以法不壞境 以佛不壞境 以法不壞境 余生不壞境 聖界成就 這段簡單的 這個問答 是 非常重要的喔,蠻重要的喔 這個是佛陀曾經開示過的喔 那有一次 這一次呢 因為他以前就開示過了 開示過了啦 他的弟子都講過了 那這一次他又特別 又問設立福 等於提出一個檢驗 驗證 就對設立福這些弟子 做之一個驗 這個檢驗跟驗證 市長就問設立福 什麼叫做留啊 什麼叫做留 何等為留 留 我們可以講說 就是入聖者之留的方法 那入聖者之留的方法是什麼 這個說 設立福就回答 那麼 世貞所說留者為八聖道 那麼所謂聖者之留 那也就是所謂的入流啦 那也就是所謂的入流啦 書常常講說入流入流 就是入聖者之留 你要向聖者 這一個方向去走 去修 才叫做入流啦 如果沒有向著聖者 他的這個方向去走 這不叫做入流 這不叫做入流 也不叫做塑上法傳 那真正能夠入聖者之留的 只有八聖道 八聖道 八聖道 有講說八聖道 那現在大部分都講八聖道啦 那更具體來講 那更具體來講 就是出世間法的八聖道 因為八聖道裡面有世間法的八聖道 跟出世間法的八聖道 所以因此這個八聖道又很重要的氣氛啦 以後我們會再去問 什麼叫出世間法的八聖道 什麼叫做出世間法的八聖道 如果世間法跟出世間法的八聖道 如果沒有七分出來 那麼很多人的作為修行 都會在世間法裡面 會繞不完繞不出去 這個大家應該要有一點點的認識認知 那麼為日留分 何等為日留分 這個經典裡面 我們就來稍微做一個解釋 那佛陀就繼續問他 就問這個設立府啦 為日留分 為日留分 何等為日留分 就是 什麼叫做日留分 什麼叫做 稱為日留分 那 向出國四個條件是什麼 日留分就是向出國 向出國 向出國 出國 書常常講過 真正的修行在原始聖典裡面 他的記載就只有四國 那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這個 這個 只要你向著 這個 出國 就是日留分 他應該即便什麼條件 這個時候設立府就回答 有四種的入流分 四種的條件就是 清淨善男子 天文正法 內政思維 法赤法相 那麼清淨善男子 就是 所謂的清淨善知識啦 那麼天文正法 齁 清淨善知識以後 你要聽聞的是政法 那 這個政法 應該來講就是 出世間法的政法 也就是出世間法的八政道 才是政法 那麼 然後就 根據這些政法 逐步逐步的去思維 齁 去會思 思文 他是病重的 那然或天過 思維以後 最後就是要去修 那麼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要逐步的去做到 不是只是 只是去裝田一些諸事而已啊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問題存在 因為這個是目前齁 這個宗教界 是普遍的現象 裝了很多的佛邪知識 但是 當他真正要運用得到的時候 翻啊 找不到方法 那你問他佛邪知識的時候 他可以跟你講了一大堆 猴頭是道 但是當他真正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方法可以去解決 因為他只是把他當作一個諸事 跟他變成地性 他沒辦法成為你的地位啦 所以以世間法來講 諸事一定要消化、消融以後 你把它拿來發揮、應用、轉化 才能成為我們所謂的世間的諸位而已喔 各位要聽說這句話 所以比如我們到今天已經上了好幾堂課啦 如果這樣下來 沒有覺得自己明顯的改變 或者突破進展 那表示還沒有聽到法的法位 也就是沒有真正受到法義啦 不是說我今天聽完了以後 我就唉我有今天有得到法義 沒有錯當下可能得到法義 有感覺 但是重點是我們有沒有突破跟進展跟改變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重新檢討齁 所以只要有真正的用心 真認真的聽聞 每一次的聞詩之後 回去都會不斷的去聞詩修 最後一重點就是修 但在日常生活就是要去實踐 要去體會喔 各方面才會有不斷的突破成長 那麼所謂的內政思維法處法相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會直步的按照解脫道次第 一步一腳印的扎扎實實的去做啦 所以市政就繼續問了 日流者成就幾法 也就是要正出國的 要成就哪些法 你要入相出國 而到最後正出國要有哪一些法 要只能做到怎麼樣才算是正到出國呢 那麼就是 事分成就入流者 何等為是 會以佛不壞見 以法不壞見 以身不壞見 聖見成就 既有這四種的成就入流者 才能為稱為已經正出國了 也就是現在簡單講的是 佛法生見四種成就了不壞見 這個不壞見就是 信心非常堅固 不會動搖 也就是像 我們一般所講 還可哭 死可爛 此前不易的意思 不能像現在很多的一些男女 往往開了一些空投支票 雖然 當他戀愛的時候也會講這一句話 但是到最終 這個只是開空投支票 明天講的巴拉批 巴拉批各位知道 巴拉批 就是空投支票 但是呢 事物壞見就是一種核心 這一個核心點要去掌握住 才能夠到達事物壞見 他有一個核心 要達到事物壞見 他必然要有一個核心 這個四個 四種裡面 哪一種是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法的確認 才能夠真正達到事物壞見 如果法你沒有確認 這個是正法的話 那所謂的達到事物壞見 那其實都是口收不平啦 都是講一講而已 沒有辦法做到 沒有辦法真正做到事物壞見 那麼為什麼華是他的核心 因為如果沒有見到華 光是守戒啦 恭敬 虔誠啦 核心點都還站不穩啦 那頂多只是一種 宗教的一種狂熱 一種情操而已 產生對宗教一種信心而已 那都不是真正的不壞見 都不是真正的不壞見 各位一定要了解 經典裡面 他講的 他記載下來 是要我們去達到 要去實踐的齁 不是光講一講啊 所以事不壞見 整個重要核心一定是文法之後 經過正思維 經過求證 所謂文師修 去實際去體悟到了 這個時候 才對事真所講的法 會深信不壞 這時候對法的深信不壞之後 同樣對事真的信心 才會真正產生堅固 當我們認為事真所講的 所講述的是真話 事真他看的所說的是真理 這時候才會真正對事真產生 事不壞見 這個就是所謂對佛不壞見 這個佛是後來去翻譯的 所以佛不壞見就是對事真不壞見 這樣的信心 不然我們只是對宗教一種情操信仰而已 那還沒有真正進入到所謂真正的正信 那麼事真本身因為體悟到法 才正悟到真正的真理實相 解脫自在 於是有了法事真先所法以後 然後跟他修行的這些聖者 還慢慢的出現了 所以當你對法對事真產生真正的信心以後 再看到這些有修有正的人 也會對他們很有信心 因為你本身也是這樣體悟到的嘛 於是對於生就產生很大的信心 那生呢代表四雙八倍的修行聖者啦 所以四雙八倍慢慢的人事增加以後 因為大家的生活有在一起嘛 那就要注定一些生活歸約 也就是所謂的紀律就這樣產生出來的 在當時生團人事還不多的時候呢 都是講一些重要的原則 那就是知惡莫作眾善奉行 而到了這個團體生活歸約方面 也要出所得很好啦 所以這樣才能夠到達真正的事不壞境的成立 他的重點就在於法 重點就在於法 這個核心就在於法 不是說我們外表一直所一些戒啦 一直禮拜啦 一直禮境 一直禮燦 這些其實都只是外表上面的一個方便法而已 我們一定要去掌握到重點 修行沒有掌握到重點 會在世間法裡面一直繞不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市值越來越高 所需要的借條本來就會越來越少啦 也就是你當你修行的境界成就越來越高 從一個向流到入流 到了已經正出國 慢慢從出國到二國到三國 其實這些借條可以說一條一條都可以丟掉 因為根本就不用這樣 他本身就不會去換這些借條 所以罪車就只有規定一個出二莫作重善後禮 那就好了 所以本來做事我們做事就是從良心性 良心的理性去觸發啦 你只要去掌握到這樣一個大原則 那麼 由於大家都能夠自動觸發 原則分證都可以拿捏掌握得很好 然後進入到修修 這樣的正果才會快啊 如果一直在那個借條上面 一直在那邊紛紛擾擾 一直在那邊研究借條對不對 那要正果 坦白講真的很難 不太容易 那可以表現得很有修養 但是不代表真正有修行 所以如果一直在借立計條上面去斤斤計較 那就會講 哇!這樣如法還是不如法 這樣對還是不對 別人這樣做對不對 這個人怎麼這樣會這樣做呢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樣的一個觀念裡面 一直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繞來繞去 真的會沒完沒了 沒有辦法超越 你自己本身也沒有辦法超越 也沒有辦法真正的一天比一天安心住在啊 所以本經所說的日流分又成為四億之流 就是正出國 就是正出國的四個因式 這四個因式就是清淨善男子 天文正法 類正思為 法室法相 那麼所謂的正出國 那麼所謂的正出國 是經由這四個因由之 得以修正到出國 正出國 而才能夠真的有事不壞境 最起碼你要正到出國 這個事不壞境才可以成就 所以這裡講的要事不壞境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來講呢 就是要斷三個結 所以事實上事不壞境 以三個結的pose 它是連在一起的 它不會分開的 也就是這三個結 就是身見結 戒進幾結 這就是要正四個阿羅漢裡面 前面十個結裡面 前面三個結 這個最基本啦 你要正出國 這三個結 一定要破除 那麼所謂身見結 就是主著五印為我的見結 我括弧裡面講 比如戒失返恨 最近 新人又重新在 報導炒作 這個戒失返恨 就是美聊 賣聊 那個五六十年前的 對你們來講 可能是 陌生的一個故事 陌生的一個故事 當時 當他這個死亡回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 這個故事大列就是 在金門有一個十 不知道十六歲還是十八歲的一個 當時因為要逃難到台灣來 那時候 就是八號山炮戰的時候 那大家都 剛開始大家都想要 到台灣來 所以他就坐船 也跟大家一起坐船 剛好就 因為 要逃難一定會帶一些 細軟嘛 就是一些金錢啊 一些金子這些 那就剛好碰到 強盜 就把他 強了以後 就把他推 推下海裡面 淹死了 當這個小女孩淹死了以後 他的靈魂就找到這個 賣了的這個女人來投胎 投胎 就還魂了 當他還魂了以後 他 肉身是四十幾歲的女人 但是他的內心 是十六歲 或是十八歲 我忘記了 這個小女孩 所以 從他 醒起來以後 也就是因為 家裡的人認為 他已經 還魂了啊 已經活起來了啊 沒有死掉了 但是 當他 可以站起來 跟家裡的互動的時候 他 感到非常陌生 因為他不是他的家 所以什麼都重新 來過 而且 一生啊 永遠 不讓他的老公 碰他的身體 我為什麼會講這個故事 這個是 實際 發生的故事 就是要 前世 我們人 會因為 會因為 去主走 那個四身 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 但是他 投進去以後 變成他的啦 所以他就會主走 不讓他的老公 碰 所以 最近 最近 還看到他 報導 這個 這個 女人 她後來 會通連 也就是所謂的 一個 見書還文的一個 實際案例 所以 他也會幫人家看 一些 我們一般會去問的一些 問題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就是要告訴各位 真正的身見解 這個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每一個人 我們大概都會把這個肉體 當作秀是你 所以你會很主走 所以當身見解 你這個方面 當真正見到法的時候 身心一定會很柔軟 那麼我慢也會很大的降伏 那身見這方面 就會慢慢去破除掉 那至於 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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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的一些戒条啦 戒相跟束缚 他就会出道怎么去拿呢 那么于是这个戒进取决也都要去突破 不是被戒相所束缚 那么余解就是来自你对法的体会 体正 余概也就是余解 他的破除是来自于实修实证 你对法他有体正以后 这个余解才会去破除 那个也就是真正要实修实证以后 你才能够破除这个余概 那要真正自己品尝到 就是要自己喝到 要自己吃到 这些菜真的好吃 这些菜真正的好吃 那人家跟你介绍 华再怎么好 这道菜再怎么好吃 你没有吃过 没亲自去吃过 你仍然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体正到 当我们真正品尝到的时候 所有的疑问自然会破除啦 不用再去什么 要找人家帮你破除的 这个都是心外求法 真正你见到法 你实修实证以后 你这些问题自然就会解决 自然就会解决 你自然就会去破除很多的疑问 所谓清静有正知 正见 有修有正的善知识 就能够天文正法 竟然内政思维依法 赐法相好性 这是相出国 就是日流分 所谓的所谓的日流 日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只要好好的去闻思修 一步一脚印的去做 一定可以逐步的上来 没有人一直停留的啦 你只要真正的一步一脚印 就像曼他一样终归有一天会到达 所以正出国 不正出国 不在意对法听了多少 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实修实证 当你实修实证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去正出国 你入了流以后 你还要实修实证 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述不坏净 成就述不坏净 就是正出国 要成就述不坏净 那一定要实修实证啊 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述不坏净 那当我们成就述不坏净的时候 就是正出国 入圣者之流 但不要得少为止啦 不要认了我已经正出国就满足啦 要有不达目的 绝不宗族的这样的决心 那一直向旧正解脱 这样去迈进 一直去迈进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文师修之后呢 他就已经可以体证到 所谓的无常无我的 也就是三法印里面的无常无我 那不错啦 有这样的体证是很好 当我们稳定下来的时候 就是正到出国了 如果还没有稳定 那可能会上上下下 那就是表示还没有真正正到无常跟无我 没有真正体证到无常无我 也就是没有办法成就真正成就事不坏净 那个事不坏净就是真正的信心 那前面讲的事不坏净 现在没有办法背起来没有关系 把资料带回去 再重新去卡 你就会知道 那个事不坏净 事不坏净 会在你脑中 会有很深很深的印象 当我们真正正到的 成就了事不坏净的时候 那个出国他就不会上下 他就一定在出国 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正出国就满足了 还是要继续前进 这个划船你还是要继续去划他 不能只要就停留了 所以这个跟建法的层次 跟建法体政的深浅度有关系啦 从出国二国三国 这个层次出来是跟我们建法跟体政的深浅程度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以德少为止的话 那就认为说我已经开悟了 因为到正出国的时候 也是 也算是一种开悟啦 但是这样的开悟能不能够 就永远不会被再回到一个迷茫点 有可能喔 如果我们没有成就事不坏净 因为智慧有可能会 会再成为迷茫的一个问题存在喔 所以 如果我们以德少为止的话 你就会认为我已经开悟啦 我已经见到法了 没有错 这个也算是见到法了 但是如果这样停定下来 那这个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到 也没有办法去断职的喔 那我们只要我们没有办法断职 就不可能证到是否阿罗汉啦 连三国就几乎很难了 因为到要证三国以前喔 这个我们都要享福到几乎没有 到最后 所有的我们也就是自我完全断职的时候就进入是否阿罗汉 所以我有讲过三国阿罗汉称为不凡国 为什么称为不凡国 他是因为他内藩以前就正到宿国 也就是断掉所有的自我 主末 断掉我 我们 那他就进入到宿国阿罗汉 所以你放心 宿国阿罗汉绝对不会助手出力 他是一个非常慈悲 大直大悲的 所以一个人正出国到阿罗汉国 这个历程有多大的区别 正出国就是还有七次的人天往凡 也就是七次的生死 头出头末 还有七次的轮回 那么二国是一次的人为 三国是称为不凡国 四国就是 就是主生主世已经进入无生 真正的无生 一定要正到出国 不是用讲的 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场合里面 一些诵经里面都会听到正无生 如果没有进入到宿国 那不叫做正无生 那是口说的正无生 所以出国到宿国之间 就表示还有七次的轮回 也就是在往生的那一刹那 如果出国而走 就还有七次的轮回 如果是你二国走了 你还有一次的轮回 如果三国去了 也有可能就是不凡国 因为当你往生那一刹那 断掉所有的助我 断掉我慢 我所我能 就是助我 那你就是不凡国 就可能就正到出国了 那出国就是真正进入到国 那么现在假如说一年以后 你是正到出国了 那就这样助得益满的 停顿下来 就不上进 不精进 不再继续的去突破 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上来 那么如果正出国之后 又继续的用功 就达到究竟解脱就越来越短 这个时间就是越来越短 那么有七次以处生现在现世之分 是因此不要得少为止 当我们得少为止 就会有七次的 这样的往返 如果主生主世 你要正到阿罗汉 就没有七次的往返 所以不是说 这一生 这一世 就一定要七次往返 你有修的人 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次序 不是这样讲 他只是一个 世真只是一个让大家去分辨而已 他不是告诉我们 此生主世 一定要经过这七次的这个来回 所以只要大家继续的用功 一定可以直付的上来 当此生主世 可以马上正到四国阿罗汉 他就不用七次往返 各位了解了解 好 我们把上面这个经典 跟大类 跟各位解说 那这对这这个小青 这样的解说 大家有什么疑问 我们以最轻松的方式来探讨 好 有什么问题 马上提出来 刚刚讲的 师父刚刚讲的 一听 有听 有听 但是 又没什么了解 了解 了解 问 师父 有些人不知道 诸恶跟重善 诸恶它是包括哪一些叫做诸恶 哪一些叫做善 其实善跟恶 如果以赐世间法来讲 它只是一个业 它没有所谓的善跟恶的问题 那善跟恶以世间法来讲 一个简单的分辨就是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 从你的良知良能里面去做一个分辨 前面有讲 前面有讲到 你有没有根据你的良知良心 那有些人的判断 如果说不合于世间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如果不与取啊 那会觉得他 譬如说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去摘花 或是什么 去寺院啊 捡个果实啊 有些人会觉得 这是可以的啊 那我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 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良心 我们常会觉得 有些人好像感觉他的想法 他自己的判断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说没有一个像世间出来这样的一个横准的话 可能每个人道德标准不一样 那本来就是不会不一样 那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诶 诸古以来的所谓的道德标准都会随着时空环境去改变 那个不是真理啊 如果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会去做改变的 但是道理 其实那种所谓的那种道德观 是因为会随时空环境而改变的喔 他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比如说在以前现在大部分方面也有 他还存在的那个四川的一些少数名字 他的太太 他是招待朋友最好朋友的一个礼物 如果以我们汉人来讲这个是不道德的啦 那你说道德观以什么为标准 没有 所以道德观是人定出来的 他不是真理 道德观是当你在这个现实社会 这个社会里面 你不要去跟大家完全不同 你不要去 我们一般讲就是入境随时嘛 你就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也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私底下做 但是不能公开在大家的面前做的事情 很多啦 那个都牵涉到所谓道德观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道德观是不同的喔 那是不是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下你的心安不安 对 就是以你自己的心安不安为标准 不能用那个别人的眼光去判断的啦 这个很难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些人 那他对我不好 那我很理所当然 我要报复他 我要打他 我心很安啊 我心很安 那这样对吗 那个所谓真正的心安是你不会被反击喔 就是你不会受伤害喔 如果你会受伤害 你当下的心安不叫真正的心安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看自己还会有烦恼的眼神 我打了他之后 我自己是不是生烦恼 对 你会造成后果是什么啊 如果你打了他 他会感恩你的时候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为也许他被你打了以后 他反而结醒了 他感恩你的 所以就看你当下 那个安心跟后果 会不会造成你有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为标准 这个就是世间法里面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那这样讲起来 这个心安还是要用佛法来看啊 所谓的心安就是要有没有烦恼产生 我去打他 可能我称心起来了 这就是烦恼 对 对 那个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去了解 佛法里面所讲的称 他称的范围有多大 称的范围是什么 我们要去生日去思维嘛 所以前面有讲的要内政思维 如果没有透过内政思维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法 是政法还是不是政法 所以要成为政出国 这四个处地 这个就是法术法相 了解吗 这四个元氏它就是法术法相 以清净善知识 再来天文政法 再来内政思维 到最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成就 去是不坏境嘛 那就是哦 就是政出国的时候 好 余律你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你有问题 听不 听不就会有问题 对啊 听不就会问 对啊 听不就会问 对啊 听不也是问题 对啊 听不就会听不 对啊 听不懂 师父在这不懂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现在听不懂 你持续听下去 以你的智慧 你有一天会豁然而开难 师父在看你聪明 你回去啊 你刻意的时间 把师父的文章拿出来 一直看 一直看 不要打电动 你会慢慢的会去了解 啊 里面的词记 或是哪一个 那一个名词你不知道 你现在马上问 或者等一下中午的时候 你再问 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继续下一个经典 啊 接下来 在这一经典里面 《中阿韩》三八经 《二诗事真未比说法》 《欠发可养成就欢喜》 无量方便 未比说法 《欠发可养成就欢喜》 《如知佛法》 《先说端正法》 《文者翻页》 《未说师收戒》 《说生天法》 《悔自欲为灾范》 《生死为慧》 《称探无益为妙》 《道品白贱》 这一段的经文 那个就是事真的说法 一样是有次第的 而且是 事也就是看 当下的因年 当下的根基而定 就是他要说法的对象的根基而定 也就是当下的因年 所以如果根基越好的就直接讲是比较高深的这些法 那用功就越有基礎 如果用功越有基礎的他会转世慢慢越深的一些法下去 如果真的一般的众生 一样会有次第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上来 所以所谓的法制法相 那只是大家普遍可以输用的法 如果对一个根基比较 所谓根基比较猛利的 根基比较好的 他可能就是直接讲比较深的法 所以未必说法欠发隔阳 成就翻识 无量方便 佛祖还是一样用种种方便的法 去引导众生的 现在比如我们逼一个一个假设 那为了引导幼稚园国小阶段的一个心智层次 那么教育 引导教育的方法就是不一样 要教育幼稚园的小孩子 必须要用一套更活活 更生动的一个方法 那教育幼稚园国小的小孩子 以面对大学生的 或者研究生的方法态度 来去教育这个幼稚园的小孩子 这样可以吗 当然是行不通的 如果对众生的因缘 基缘不成熟 就必须要应用一些 也逐步引导他们上来的那个方法 所以无量方便未必说法 然后他们慢慢的对法 对修行 会产生可养的动力 那可就是最大 就是你想要去喝水 那就是所谓的滑水 你想要去喝这个滑水 就是必须要从一个一般普通的 所谓的信众就是众生 你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引到他上来 他对法产生那种非常可望的一种 那个动力才会产生出来 那么成就欢喜以先说端正法 就是说好说歹啦 功耀坑败啦 就是让你慢慢激发起修行的这样的一个道心来 让你在心渐渐的去柔软下来 这个都是始以端正法的阶段 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还不继止 心没有柔软 文师不继止 那如果直接去讲无上甚甚为妙法 是普遍都没有办法去体会 也没有办法消费的啦 是要去消化的 那么这个端正法 跟内容有哪些 就比如说收施啦 收戒啦 就施就是不施 戒就是守戒 修戒 收施就是慈悲 布施啦 行善这些 那士真对一般的 这些众生他就会欠说 多行善啦 多布施啦 慈悲啦 收戒 就是一些戒力方面 那么所谓生天法 如果因人还不成所 就会欠你鼓励你好好的把仁天善法做好 主要多行善 主要多行善 至少将来不多恶道嘛 可以升到天道界 所以这些都是鼓励大家不断上进上进的一个法制法相 也就是说先端正法 那么匪之易为哉 是一个人迷失在名利堆中的时候 一直在追求 追逐欲望 他的后患 包括后患 会有哪些 那士真就解析了 生死为悔 会 也就是有生有死 就是凡夫啦 就有生有死啦 凡夫就是有生有死 那已经正到阿罗汉的就是没有生 死 因为他是无生 那当然无生就会无死嘛 无生就无死 无生就无死啦 所以有生就有妹 生生妹妹 是必然的现象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这样的人 这样的凡夫就是在生死海里面一直浮沉啦 那所谓的称探 无欲为妙 这个无欲就是远离的颠倒梦想 这个无欲就是远离颠倒梦想 不是说我们人在修行的时候没有欲望 这是不可能的 修行也是一种欲望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士真所讲的真正的意涵 他讲的称探无欲为妙就是远离颠倒梦想 那这个一定要体正到无我 无我 无我 我慢的处形 这样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无欲啦 所谓民间讲的无欲为刚 他不是真的是无欲 他是没有贪欲 那这样的人就是刚正不恶的人 所以无欲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去做啦 消极悲观这样 就是其实他是一个没有贪婪的欲望 没有个人的我是我能我慢 这样就是远离颠倒梦想 这时候道品白净 主修道的品质是清清净净的 就是真正的清净行 所谓的幻行 所谓的幻行 所以事真未必说如是法语 这接下来经典他的记载 佛之彼有欢喜心 巨直心柔软心 堪耐心 圣上心 一向心 无疑心 无甘心 有能有力 有能有力 堪受正法 未如知火说正法要 那这个一些前行方便法是协制大家慢慢的生出道心来 前面的所谓的端正法就是一些前行方便法 但是最主要是协制我们慢慢的生出一些道心 那这个端正法我作为一个批议 我们大家都去喝个酒席 或是到餐厅去聚餐 那在还挣菜还没出来以前 他一定会端一些小菜出来 有没有 大家都出过 那这个所谓端正法就是这些小菜 这些小菜 真正的正法要就是正菜 上桌的时候才叫做真正的正法要 这个后面我会讲到 所以一些前行方便是协制大家慢慢的去生出道心 让大家去产生欢喜心 产生积极向上的心 就是柔软心 堪耐心 圣上心 一向心 那 这些都是前行方便有生出来的 一方面大家能够慢慢的这个柔软 柔软心啊 堪耐心 一向心 无心 无疑心 这样就能够真正天文更深的无上 甚深为妙化 这个时候才有能有力看守正法 这时候才会去讲识到正法要 这个就是世政当时他弘法的一个处地 所以先端正法或端正法要 所以端正法在现在的大乘的经典里面所讲的就是不输出界还有人天善法这方面 那么原始佛法是这样讲的 只有不输出界人天善法方面 那么后来大乘佛法是怎么讲的 就是把体悟苦及媚道的人说成是小乘的人 二称的人认得是不了意这些 然后就专门在推广六度婆罗蜜里面的厨界部署行善 称为菩萨道 那在原始佛法 那只是端正法 也就是引日你真正出道心的一个方便菜 就是小菜 小菜一点而已 对 所以所谓的六度婆罗蜜 他的不失磁戒就是前面的端正法 于是又变成一直是在人天善法里面的端正法上面下恐怖 那对究竟解脱法 那就排斥不去重视他 舒服的这些结果导致后来 所以要成佛 要解脱要多少 三大阿征集结 就出来的 那么所谓三大阿征集结是多少 按照许多人的讲法 他们所推算 从现在开始 修至少几十亿万年以后才能够成佛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的那些说法 其实是不正切的 佛陀 佛陀 事生当时就没有讲说要三大 怎么要三大阿征集结啊 没有这回事 所以要逐步逐步的上来 不思逐渐都只是在培养我们的善跟福德因缘的端正法 所以小菜不能不吃 不要也不要倾诉小菜 就是让我们开胃的 小菜是让我们开胃的 各位都知道 小菜是让我们开胃的 它很重要 不能不吃 否则你挣菜你就吃不下去 所以很多的慈罪不思行善种种都只是做一些端正法 就是让你向正法这方面去进行的 那么一些人天善跟福德因缘 有了这样一个善跟福德因缘 这样才能够慢慢的提升上来 按我们身心柔软之后才能够听闻的真正的正法药 那么什么叫做正法药 接下来市政就说了 极未比苏苦极媚道 这里讲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真正的正法 真正的解脱生死轮违 真正的正等正义 就是要深刻去体正道 苦极媚道 修行最后的关键一定要来到这里 一定要来到这里 所以那些只是端正法 后面这里才可以讲示到正法药 所以真正的正法药的具体内容就是苦极媚道 为什么不正法药的内容是这里 因为我们要深刻去体会到什么是苦海 普遍的人事实上不晓得真正的苦海是什么 所以就根据弥陀经里面一句话 各位知道弥陀经哪一句话 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弥陀经嘛 里面有一句话 那一句话真的都不记得嘛 为这让你们的印象比较深刻 你们回去找弥陀经来看 里面有一句话 就讲到五卓二世 怎么样 你们回去看五卓二世 所以这个五卓二世就变成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那其实如果真正的去了解 正法药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苦海就是我们身心里面的苦 自己的苦 内心的不安 众生的苦 种种种种这样的苦 不是这个现象界的世界 是苦海 故意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跟了解 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苦海嘛 因为这个现象界你跳脱不了啦 你能够跳脱的就是你自己内在的苦海 身心的苦啦 这些都要慢慢的去体会 如此的去体会的 要见到这种种种的苦 然后再进一步去探讨苦的原因 从哪里来 那么这很多的一些苦的 这个现象 其实就是所谓的果啦 就是果报啦 那当我们去分析去观察 再看到自己的苦 再看到众生种种的现象 所呈现出来的苦 然后再进一步去探讨苦的原因 到底在哪里 那这个都是众生在说苦极昧道的时候 他会一步一步的去引导我们 去找到苦的原因 就是病一定要找到病因才能够下药 才能够用我们的正法药去解决他嘛 到最终佛头一样讲的 这些正法要到最终 我们还是要放下的 这是到了已经我们 已经证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这些都不用了啦 因为那以前是真正解脱的 也就是所谓 因为现在人都讲的成佛啦 所以要体会到苦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嘛 才能够去治疗 才能够针对苦因下功夫啦 所以在没有 有没有处理苦法的可能呢 那甚至书生就进一步的阻止 我本身就是过来人 你们也可以去体会到体证到魅 那这个魅就是苦的主席 就是内裁极境 也就是解脱自在 所以修行不是越来越苦的啦 我们要去体会苦的原因 但是找到原因之后呢 那怎么办 我们要把原因 根本的原因去去除掉嘛 就是达到内裁极境 解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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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魅蒂 这个修行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如果说 了解苦 了解苦因以后 但是 没有可能解脱的可能 也不用修行了啦 反正了解以后 认为反正是命运嘛 啊 批住爹嘛 就是如此了 那就露入世面论 就没有处理的可能的一天啦 就没有办法处理 也就是没有办法脱离苦海 所以 世贞所说的苦海 是可以消失的 这个苦海是可以处理的 这个处理就是内 所以我们有了真正的 是无坏性 那这样有真正的这样的信心以后 要达到 裂盘解脱 所以说 住在的世界 是要怎么去做的 就是道理 就是三十七道理 修八正道 左八正道上面 这样就可以到达 到达解脱住在 所以蒋世政法院 政法药 现在如果有人认为它是小秤的 不了意 这个不重要 如果还有很多的知见 认为苦极灭它不重要 认为这是小秤的 那是因为 因缘还没有成熟啦 就是 上根福德的因缘都还不去除 也就是 就是小菜 还尝得不过啦 上根福德的因缘没有计辞 正法药 就听不进去 那这样你就要慢慢去磨啦 还没有办法讲述到正法药 这个让我们就随言啦 我们也不会去强求啦 那就随便 大家去绕啦 所以真正的解脱 是要这样逐步逐步的上来的 那世生 跟这个 欲觉长者讲完这样一个触地 就要慢慢引导上来 欲如白事 欲染为事 欲觉长者 欲父如之 即以座中见世生地 这是 刚刚讲的经典里面 接下来的 经典里面的记载 所谓 欲如白事 欲染为事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是什么样的 他 什么叫做 欲如白事 欲染为事 就是 善根福德 因缘记者 能够归联 身心柔软 如此的来探讨 这就是 欲如白事 北线 没有一点点污染 他叫做白事 他因为他容易染色 白的 你什么颜色上去 他都可以染得到 所以当你完全归零的时候 你真正听到的是正法药的时候 很快 即以座中见世生地 这个时候 世真才能够引导他去体振到苦极媚道 那事实上呢 因为佛陀以前的开示 大部分都是实际在修行之中 开示的一些法药 然后大家又实际的去实践去体会 所以很快就可以去体振到 世圣地 过去是希望不死 不只喜乐 无所利益 活着不济 或过去是有时 无可喜乐 无所利益 佛陀欲不继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的 世真也不会喜欢说这样的话 那么世真会讲那些法 哪一些法 就是过去是时可乐 有所利益 如来进之然后祭之 前面所讲的就是 对众生没有利益的 就算 你会喜欢 你会可乐 其实佛陀意不计 也就是不讲 那过去是时可乐 有所利益 重点在这个 有所利益 那如来进之然后祭之 就是会谨讲 这个是说法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对众生有所利益 过去是有时 是要有事时 再来可乐 修行是越来越热的 越快乐的 因为会让你出离苦海 因此才是真正的可乐 有所利益 那这样对大家心智 心灵智慧方面的成长 解脱住在 是有实质的帮助 真正的帮助 那这样就是如来进之 他本身 这个如来进之 不是主要如来进之 而是告诉我们要实际去体正过后 那如来才会先说出来啊 他所真正的进之 他会才会全部跟你讲嘛 所以他会慢慢引导引众生 这样一步一步的上海 所以他就根据当时的状况去先说 未来现在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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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佛讲的都是实与物宽与 一个真正实证过来的这个解脱者 那所讲的都是真实不息的 绝对不会欺凡众生的 正的心正的讲法 所以佛以失业成罪证解 这个经典里面的之后 以其中间有所缘收 尽皆如属顾名如来 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来的 这个名称的由来 当世真大测大悟 出来以众生说法 从三十五岁开始到八十岁 元吉内藩 总共四十五年之间 也就是初中后整个世真所讲的 都是怎么样的 是以其中间有所缘收 尽皆如属顾名如来 他就是根记如实 事实而讲 不会欺凡众生 没有欺骗的心 这个就是如来 接下来经典里面 我们看点 接下来一章 如来所说如是 事如所说 顾名如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一般人通常是怎么样说 见不如属诸不如真 这个不是经典里面的字 见不如属诸不如真 自己不知道所谓的实相 那透过心境看出来的世界 就会像戴着蓝色的眼镜看世间 这个世间怎么样 会呈现蓝色的 当戴着黄色眼镜的时候 在看的时候 那统统成为黄色 那也就是你 当你戴着什么样的心境 在看这个世间的时候 那你前面所显现出来的 认出来的像 就是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境不同 所以他看世间的这个像 就有种种的差别 但是当你了解了实相 与事实不相符的时候 你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不知道 就是无名之障 所以如果我们察觉到 我们守树守见 与事实有相当的出目的时候 那代表有反观 解采的能力 有认真在反观 这时候惭愧心才会生出来 就是当我们解采了 我们的守树守见 与事实 与实相 有相当的出目的时候 这个叫代表我们有反观的能力 有解采的能力 有认真在反观 这时候我们真正的惭愧心才会生起来 才会有虚心才会柔软心 我们的身段才会真正会柔软下来 否则很难 要讲说我要放软 放软 身段要放软 很难 没有反观的能力的人 很难就放下身段的 那个柔软心 身心都还很硬 主要身心很硬的人 他各种动作 各种的行为 都是硬邦邦的 就硬邦邦的 讲话也硬邦邦的 做事情 非常的急躁 充促 种种的行为 言语之体 都是硬邦邦的 这个就是没有真正的柔软心 也就是惭愧心还没有生起来 一定的会产生的一个现象 我们有了悉心 有了柔软心 才会慢慢的见往我们自己的 贪嗔之 身可欲 这是一把众生 那么如来 他一个没有贪嗔之的人 他所看出来的就是俗像 那么俗像是足的现 看出来就是俗的现 因此他就能够如其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他 不会去扭曲他 也不会去污染他 这个叫做如来 当有贪嗔之 假的贪嗔之 跟乙的所呈现的贪嗔之 会不一样 所以主要还有贪嗔之 那个心境就是凹凹凸凸 那对事情的看法就会去扭曲 去污染 没有办法如同事情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他 那也就没有办法如实 也就没有办法如实的语言出来 都会有很多的扭曲 所以当没有贪嗔之心 是很明很清的 就像一个没有灰尘的镜子一样 一个很客观很如实的一个镜子 因为当事情呈现到你的心的时候 所看出来的就能够如同事实 本来的面目去看待他 如此的去呈现他 这个叫做如来 所以如来就是没有贪嗔之 十个节断属的人 也就是恕火阿罗汉 他才能够真正看到实相 也就是现在大正经典里面所讲的 唯有佛与佛才真正能够知道 所以如来所说如是 就是我所讲的事实就是如此 实相真理就如同我所说的 因此我不会去欺狂 不会去扭曲 不会去迷惑做生 这叫做如来 就是真真实实的 按照实相按照事情的本来 去告诉众生 那么佛所知见的经典里面讲的 佛所知见所媚所觉 佛尽觉之故名等正节 这个就在原始经典里面 所讲的等正节的意思 就是要体正到哪里 才说到哪里 体正到什么在说什么 做到什么多少 你才说多少 佛尽觉之故名等正节 等正节就是事真如来 另外一个前世 也就是可以以事实相等的角度 来看待它 等就是平等所谓无上正等正节 事实上它的真意就是一个 以一种平等很平正很客观 如此的来相对待 但是凹凹凸凸凸就是以实相不相符 如果心静 心过清静 依然会以相等的心来看待 所以正等代表不会去扭期污染 而且能够看待万事万物的实相 要顾名正节 那我们这一个天文正法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接收到这里 那底下的这个香烟布五十斤 就是最前面杂阿安坚 它的对照尖点 对照尖点 对 各位去慢慢去看 这一段跟前面最前面杂阿安坚 有哪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其实大部分都相同 有一些用词用语 大概会有一点不同 那事实上 杂阿安坚就是从这一部香烟经里面 去翻译过来 成为患文的杂阿安坚 那个汉字的汉文的杂阿安坚 就是从幻文翻译过来的 因为在原始最原始的性点里面 它会讲的比较简短 它会记载的比较简短 那后来的杂阿安坚就会比较详细 再加上一些解释 所以后来才会有这个 事不坏净这些 触地讲话出来 那各位对 这一堂课 有没有比较不了解的地方 我们来再谈一下 十五三堂课 有讲到师、戒、行善 那我们通常都会听到布施要三轮体空 什么叫三轮体空 三轮体空 就是无为而为 在布施之后 我们不能有一直成流 我在布施 有布施的对象 我有布施的东西 就是你布施的钱 你不要一直想我布施多少钱了 我一直在想布施 或是我布施给谁 一直在记这个 这个就是没有三轮体空 就是你布施完了 这个都忘记了 那你有没有做 有 这个就是道家所讲的 无为而为 你做了 就像没有做一样 如果你一直记住 我布施了多少 那你就会一直想说 我布施多少 我要多少的回馈 如果没有按照你所想象的 这样的回馈的话 你可能开始在起了很多的怀疑 甚至也会有一些困扰出来 怎么我布施了 为什么没有什么 所谓的功德出来 没有什么福报出来 就会一直在这边 绕来绕去 那事实上 书里已经也常人讲过 当你真正的无为去布施的时候 也就是三轮体空去布施的时候 那所得到的回报 他是经过包装的 各位知道吗 经过包装就是 你没有办法 直接就看到内容 也许他给你的福报 不是印在你本身是身上 可能印在你的主女 印在你的那个亲人身上 都有可能 所以很多的一些回报 在当下你是看不出来的 夜计较的 他所你所得到的回报 那是为乎其为 你真正完全都放空的一个 这个其实三轮体空就是放空 三种都不要去跟他进 部署多少 我有在部署 有部署的对象 这个你都放空 你做了一定有回报 一定有福报 一定有福报 这个就是原计法里面 非常微妙的一个问题 原计法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计算他 但是他一定有果报出来 所以我常常讲 你今天要什么果报 就看你的心境 你要大的果报 善果 就看你的心境去改变他 这个心境就透过我们的缘 这个缘 所以因缘结果 我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这个就是原计法里面 非常微妙的 因为他很错综复杂 不是你用我们一般脑筋 所想象的 去可以去决定他的果是什么 所谓如来的 那种神通 就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也没有办法去决定 就是说你 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 事真一直在告诉我们 一定要去体证到无我 无常无我 当我们真正体证到无常无我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果 你会坦然的面对 坦然的接受 还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我要问哦 师父 你说苦及内道 那个苦 是内心世界之苦 可是一般都说 苦是别人给我的 别人反应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要苦 是别人给我的苦 那别人给我的苦 他为什么会是 内心世界的苦呢 如果透过一般人 现在所强法 是因为你这样对待我 所以我才会 怎么对待你 这个就是所谓的 那种 互相的 对立现象产生的 我们内心世界的苦 很多的苦 我后面会去讲到啦 苦及昧道 他的苦怎么去挤来的 这个慢慢都会去解说到 我现在简单的一个 给各位的一个概念就是 任何的苦 都是因为你自己去抓来的 绝对不是因为别人给你的 绝对不会是别人给你的 你先有这样的概念 后面我所讲解的 你才能够理解 为什么 那个不是别人抓来的 是你抓来的 因为我们 我去年 那个华宝节 就在华宝节上面 我有简单讲的 我们人生有八大苦 那个八大苦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自己造成的苦 那个苦都是自己抓来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苦 那为什么会是别人给你的 同样 同样有这些问题啊 里面的八大苦 我简单讲一下 后以后会讲到 就是求不得苦 里面有一个求不得苦 如果今天我们布施了 你的所求 没有达到你的义期望 你会不会苦 一定很苦的 你今天布施了 可能布施一万块 你的义孤 你有一个义孤嘛 所以当这个义孤 没有你所想象的 这样的 很明显的现象给你的时候 那时候你所产生的苦 就认为别人的问题了喔 我布施了 他怎么没有给我福保 你知道这开始在贵这回人啊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去反观 塑造 是因为他的有所求苦的问题 你有没有有所求 有喔 啊会不会苦 求不到的时候会不会苦 会喔 对啊 那这个是别人给你的吗 自己要的 对啦 就这么简单啊 所有的苦都是自己求来的 自己抓来的啦 没有所谓别人给你的苦 所以苦即妹道里面所讲的 就是八大苦 人生有八大苦 那总归就是有三苦 八大苦里面 他在归下就是只有三苦而已 就很简单 对 这个将来会去讲道 会比较详细讲道 你就知道 啊 我们原来喔 每天都在苦海里面 浮浮沉沉 你游泳那扎 你游泳那扎 就游泳那扎 就游泳那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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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把我们下的时候 玛仁吊过去 那就是没有预悦的 当我们全部放下 这些苦全部放下 没有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死嘛 这是以前我讲过 我从游泳之中体会到很多 我们人生的苦 当你很多事情放下的时候 永远能够游泳 同样一个人 一个没有办法游泳 一个可以游泳 他也有一个结窍 就很简单的一个结窍 换轻 不是 放轻松 放轻松 对 就只有一个结窍 你全身放轻松 他自然就浮起来 这是我去参加 他在桃园里面办一次 所谓水上救生训练的一个活动 我从那里 真正是 从那里又很深的体会到 当你放轻松的时候 你就浮起来 所以当我们人放轻松的时候 很多问题 其实都解决 你没有那些苦 就是因为都没有办法放下 没有办法放下 你就顶着去 游泳 这个是我从游泳里面所体悟的游泳 游泳的一个理论 一个哲学 就是当我们游泳 就当我们游泳放轻松的时候 你就是会很快乐的浮起来 就会很轻松 知道什么 小弟你会游泳吗 不会 不会喔 你去试试看 但是要有人 要有教练在旁边 他会教你放轻松 全部放轻松 他自然就浮起来 那你慢慢再去学要怎么 怎么爬 先学我要让他怎么浮起来 正面反面你都要先去学到 我正面放轻松浮起来 反面放轻松他也一样浮起来 你先信念你先学到 能够放轻松让他合起来 所以再去学计较 要怎么去 把什么挖式啦 蝶式啦 那些才去学这个 要喝很多水 都喝几口水你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 师父常常讲的 要苦 要有一点苦以后 你才会去 慢慢的去从苦中 去学到一些技巧 一些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苦的 一些方法出来 如果没有佛陀的正法药 大概很难 这些方法大概很难找到 就是因为有佛陀的正法药 所以我这些很多的石头 士绅都帮我们搬掉了 你也要主要站到 按照佛陀的那个法药去修 法治法药去修 那世间的苦 我们所谓的五着恶事 那不是真正的世间的五着恶事 只是我们内心的五着恶事 各位知道那个五着是什么 去看看去找出来 五着 把那个五着的名词找出来 你就知道 那事实上就是讲的我们内心世界 不是在讲外在的世界 不是在讲外在的世界 有些法义的问题 倒数第二页那里 刚刚师父有讲到吗 断十节 十个节断除了就是四国阿罗汉 那阿罗汉 这四国阿罗汉的位阶 跟成佛的位阶 那有什么样的差别 如果说十节都断了 那如果阿罗汉跟佛有差别的话 那这个佛除了十节断了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那个 阿罗汉就是佛 佛就是阿罗汉 那为什么不称佛就叫阿罗汉 因为那个 要怪怪谁 怪那个 势利福 那不是现在人编出来的问题 是摄利福当时就有一个论 把他分出来 所以后来 到最后翻成汉文的时候 那一次佛才产生的 当时摄利福 那个摄利福 他也没有讲佛除 这个佛除 他也是讲述贞 但是因为后来翻译把那个 不打 因为不打那个是阴嘛 阴所以听的人 有时候就听着就 不得 所以最原始 我有讲过最原始的翻译 那一次原文翻译过来的 从幻文在从原始的巴厘文翻过汉文 幻文在翻过来汉文的时候 那一个 印最原始就是翻成 糊涂 那以前的官话就是河路语 以前三国书在以前都是讲河路语 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河路语 就是汉文 以前有人在教汉文 出小时候 还有看到 有人在教汉文 那汉文真的有 非常深的内涵 主书现在人不太出众 主书上 何乐为 真的很优美 很优美 真正认识何乐为 真的很优美 所以 那个是后来 把那一个 所谓 那一个字的意义 它只是因把它翻出来 那那个字的原来的意义 就是觉醒觉悟 就是 不管是真或是后来的真者 当他正道述国阿罗汉的 就是觉悟者 觉醒者 就是这样 那是因为后来 时空环境 所谓质变量变以后 别人产生贵来 后来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 佛子存在 就像现在很多的其他宗教 比如说基督教 就是一直创造一个所谓的上帝 出来 那事实上 那个上帝 跟当时 耶税所所讲的上帝 他的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很难让普遍的人去接受说 阿罗汉就是佛 阿罗汉就是佛 佛就是阿罗汉 所以因为那个是从设立福 那是从设立福出了什么论啊 那是从设立福出了什么论啊 那也是佛事的时候 还是佛灭路 没有佛事过了 没有灭路以后 那灭路以后 也还没有到布派国教时期吗 已经到布派了 已经到布派以后了 所以那时候就分上帝 跟大众部主 明显的分出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历史记载 没有很详细的明确的记载 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 所以就变成大乘佛教的一个 他是根据大乘 他就会称佛啊 称菩萨 对对对 所以其实菩萨也算是 正德菩萨算是阿罗汉 正德菩萨还不算 就是四国里面前面三国 四国里面前面三国还不算菩萨 就算菩萨了 就算菩萨 因为在当时以前 那时候讲的菩萨是针对 不是专业修行的 就是不是针对出家人所讲的 就是你有在修行就是菩萨 所以菩萨他分一地二地到 这样十地 这个是大圣分分出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四国是最原始的 那十地是后来才讲的 对对对 所以菩萨讲十地就对 对 那个有 菩萨总共有五十二个位阶元 那时候都是所谓大圣 才在分出来 那即使那个你详细这个让他看 都不离开四真最原始的 所讲的法处法相 所以前面讲的你先要信 所以从在菩萨道里面就要先有俗信 你先修俗信 同样的意思啦 只是他把它分详细去分了这样嘛 所以前面师父有提到 涅槃极境也就是解脱自在啊 那这个涅槃跟解脱啊 如果在原始国教 那这个等于我们搬过来 所谓的涅槃跟解脱 它的境界是一样的嘛 一样的 因为在大圣会的讲法 就会把出国讲成是涅槃 然后四国讲成是解脱 感觉上涅槃跟解脱的境界 好像有那个程度上的不同 你没有解脱就没有办法涅槃啦 所以是先解脱在涅槃嘛 对啊 因为解脱你才会进入涅槃 它是同时达到的啦 可是解脱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 不再生死轮回 解脱自在 那就是已经进了几几年版的新纪啊 那不再生死轮回要到四国啊 要到四国 因为到三国 它有可能都还会回来一次 所以到出国的话 它还要在七王版啊 七王版啊 所以这个算解脱吗 还没有完全解脱 它有某一方面的解脱 就是前面三个解已经解脱了嘛 所以如果要详细分析解脱的那个层次 就以十个解 你断多少的解 比较清楚啦 那师父讲的这个七王版啊 就是其实就是这一世啊 也可以就不用说我们这一世只做到出国 也可以把这七王版 一次就龙缩掉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阿罗汉 有有有 只是真阿罗汉的 他不会告诉你 那这个七王版的那个 就不是我们所了解的 他生死 就一般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往生了 这个才叫死 所谓在这一世的七王版生死 是一个空间 你根本就不用经历这七王版 那这七王版只是一个名向上的 因为七王版就是你 当你证到出国的时候 你往生了 不是真正往生吗 他真正往生了 是我们所谓的往生 就这个身体死掉了 对 那我们这一世这个身体死掉就只能 只能到死来就有个往返啊 不是 当你这一世往生以前正是果 那这一世如果说 连出国都还没有 怎么从出国到是果 嗯 那就要重新再来从最基础开始修嘛 你连如果连上流 就是日流都还没有到 就是向流你都还没有到 前行你要先做什么 就是端正法 这样就好 所以师父的意思 我刚刚就觉得有点矛盾啊 那我这一世死了 我这世没有正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出国啊 那我最多到这一世 只有到出国 怎么可能说这一世此生此世就可以其往返到是果 意思是说你当你这一世已经修到不用经过七次来回就可以修到正是果的意思 这一世可以修到不用七次来回 你这一世你只要真正的那种修而且是很用心的把所有十节这一世就断掉 那就不用七次往返 那这个说是果要经过七次往返 那这个是 那个是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修系讲 就是你慢慢来我今天这政治果我就不要再经济那你就再回来 就七次的来回 如果我不以得少为止我就拼命的往前划 那你有可能就是追逝就马上可以划到嘛 所以说正是果也可以不要七王返 不用 你真正因为 后来我会讲到 当时是真的讲的 古代一年十节 思维意识就是说 比方说我现在尊重了出国 然后呢我更精进 更精进 往二果生果生进 往二果生果一直精进上去 你就是像读书一样这样对不对 一直上 一直上你不会说读到初中读到高中我停下来我就没读了 你就等一下直接跳起可以跳到身上去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 因为虽然讲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出来 是给大家一个了解就是到什么状况你断了几个节就是出国 你断了几个节就是欧国 你断了几个节就是三国 那十个节就是全部断了就是四国 也就是所谓的成佛 那这一次你能不能把十个节全部断掉 端看你不是看这个程序啦 我想说这个程序好像是感觉必经的 出国还要几个王法 然后俄国还要几个王法 不是不是 所以文字就有时候很难 被被解读成一不同的 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最主要就是告诉我 要从一个 还没有向流你要先修什么 那一次一次如果你按照这个程序一直往上一直上进 那不是一定要往生以后我再重新再来啊 就像我们这一生我要念到博士 我难道还要等到下一世吗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努力修行 精进扣井之后 马上达到四国之后以后就不用往返了 对啊就不用了 那假之说你这辈子只要出国的话 那你就你你往生了你就要再来往返其次 并不是说一定要先 并不是说一定要先往生了 然后才能回来正四国或正三国之类的 是不是把扣钱然后努力的话就可以这辈子 因为刚刚我讲过前面我讲过 三国为什么咱很不反国 是因为他正三国以后他往生那一刹那 那把十个节全部断掉就是后面最难断的那个 我慢节无明节一下子就断掉了 那就他就不反了他就不再回来了 所以成为不反国所以三国可以成为不反国 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你有说到 你说所有的性善皆由内心而呈现出来的 就是内向呈现出外向 这是在说内心 就也就是说你内心想什么 然后外面就会呈现出你内心 你所看到的就是呈现你内心所想的 可以这样讲 所谓所谓相有心声 这个是确实的 因为相是由你内心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一个 外显外显的现象 各位如果小一点细心的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人 那个颚主角 可以成为一个穿紙 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 那那个眉头这个也有一个穿紙 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非常的足夺 而且心很難打開 透過了明天十九位 很顧著的 什麼事情都 我在那身旁來 一問 到最後就是優逃甘明 哇這句話大家聽說 優逃甘明 超榮滿面 所以合了位 真處理也真有意思 優逃甘明 民就把那糾結成一團 所以以前我當兵的時候 有一個同事 那個眉頭本來如果張開 我常常叫你眉頭張開啦 他張開就是有一段距離喔 但是平常都是他的眉頭就靠在一起 你看他深到這種程度 他一張開的時候有一段距離喔 但是他如果你沒有叫他張開的時候 他就是靠在一起 眉頭都靠在一起 這個人就是 什麼事情都點點屋在身旁來 他就一直在那邊哭 想啊想啊 想到最後就是眉頭做起來 久了以後 那個生理現象他自然就是 折了痕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會有三次的眉頭 的現象產生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到眉頭比較舒展的人 基本上他就心就比較開放 比較容易去接受一些新的一些住信 所以憂鬱症的人你跟他看 憂鬱症的人都是眉頭皺皺的啦 所以我們的苦可以從內心世界裡面顯到外面出來 就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苦海就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每一個人的內心裡面的苦海不同 這個苦海有大有小 當我們透過文法修 文書修以後 我們苦海會慢慢越來越瘦越小 到最後你脫離苦海就沒有苦海了 你也沒到他方世界去 我可以在這裡 請問你 我們去潑上 你住過 我可以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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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你吃到這個套路 年齡 這裡 你公開 讓你沒話 我可以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